谢谢 好那我就谢谢那个技能小组 这边再次邀请我到这边来做分享 那这个内容主要是去年 我们执行这个学宝级的 这个创严计划的成果 那因为也蛮久了 已经超过应该有快半年了 所以这个目前的 我们现在还在执行 我们现在还在执行新的计划 那我们现在就分享 我们去年做了哪些事情 那首先这个我想这个 会呼吸的防沙坝 就应该是局里面 非常在重视的一块 那我也很高兴可以 透过陈院长这边的一些 提出来的一些模组化的钢管坝 然后我们想办法让它变得 更容易让学生可以学习 那我们也去推广 整个防沙坝的建造的这个过程 分成非透过性 透过性然后再到这个可调试 我们去让学生知道 到底这个防沙坝的效果是怎么样 那为什么要做会呼吸的防沙坝 所以我们就透过院长的这边的文章 然后我们也在课堂上解释说 这种可以调整的防沙坝 它的功能还有它所带来对生态的冲击 都会是我们未来如果要达到永续里面 需要思考的一个建构的方法 好那这个整个循环我就不用再赘述了 这个院长的这个文章里面都写得非常清楚 好那我们整个目标也就是围绕着这个 可调试钢转坝的这个模组来进行 那我们会介绍陈院长在这个 蓝岛西这边的一些 过去曾经试作过的这个改变 比如说像这个一号的钢管坝 它是原本是 应该是说原本是这个梳子坝 然后后来经过中央的调降 调降了四肢的输注之后呢 我们它再变成是 抽换成这个钢管坝的这个过程 那我们在课堂上 其实我们就希望学生 好好的去思考说原本 为什么这个梳子坝 它浴满了之后 它就没有办法再有更好的效果 那除非抽换成像这样子 可以进行调整的钢管坝 它就可以让整个这个防沙坝再活过来 所以我们在课堂上 除了了解这个历史的这个改变之外 我们让学生操作这个三维的建模 那这个建模的这个绘图软体 我们是用Sketchup 那Sketchup的好处是 因为我们在大一的工程图学 就已经交给学生 所以学生在上手操作这些 比较实物工程的案例的时候 就不会觉得太复杂 那我们一步一步带 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模型 在下午的两三小时的课程 学生就可以完成 所以学生做起来会非常有成就感 那又可以学到这个钢管坝的好处 然后也可以自己去建模看看 那我们其实更重要的是说 我们教学生怎么样从数位化 再变成是实体模型 然后呢我们在课堂上 如果时间足够的话 我们会让学生去观察水沙的这个 跟这个结构物的之间的互动 好这是整个计划的大目标 那我们执行的方法呢 就是在我们的创客空间 还有电脑教室中执行 那目前我们是控制这个班级人数 比较超过30人 所以都是以比较是小班制 但是分成以小组方式进行 那30人的话我们现在分成6组 算是蛮适中的一个人数 不会说一组大刀太多人 那我们就进行这个 整个学期的主题呢 就是围绕在这个可调式钢管坝 那他们必须要参考 这个蓝导锡的这个模型 然后自己设计提出新的 这个可调式钢管坝的模组 然后如果有时间允许的话 我们就让他们做模型 甚至到实验的测试 那我们先来分享一下 我们在带学生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除了有 这个蓝导锡的一号钢管坝 当成是课堂上面的 实际操作的案例 也就是学生必须要 每一个学生都要会画才行 那我们除了这个蓝导锡一号钢管坝 还有巴沙纳桥上游的这个防沙坝 我们这两个都是近期 水保局里面算是很成功的案例 所以我们也借由这个机会 推广给更多的学生知道 好 这个是我们教学生的 建模的方式 还有我们除了建模之外 我们还会教学生基本的排版 就是排成施工图的样子 它会需要标注尺寸 还有它的比例是多少等等的 这是第二个案例 也是我们一样在用一整个下午的时间 教学生从无到有 怎么样建出这个巴沙纳桥上游的可较式防沙坝 还有去了解一下这个整个案例 它这边施工的一些过程 还有经过的一些中间的需要注意的地方 比如说像这个钢管坝在建模的时候 食物上面它可能会需要跟这个铁工厂进行一些搭配 比如说我在施作混凝土在等它干的过程中 可以先让一些铁工厂的工人的那些师傅 先进行这个钢管坝的这些组装 或者是先做一些制作这样子 那这个工期就可以很有效的缩短 那这是我们也让学生进行这个 画完建模之后也进行这个工程图的上面的排版 这些是课堂上学生必须要教的算是作业之一 好那我们来看 到那个学期中到学期末之间 其实学生就开始以组为单位 开始要产生提出来他们的设计的数位模型的这个作品 那以下这几页的简报都是学生提出来的作品 像这个是他们是参考这个日本 这个可调式的防沙坝所发想出来的 主要是这个旁边两侧有这个沟槽 所以呢他们把这个卡榫式的这个想法呢 结合蓝岛西的钢管坝的某一些部分 那做出来这样一个全新式的一个设计 那中间这边也是有模组化的概念在里面 就是一座一座一座这样子的感觉 那可以像是蓝岛西这样子可以进行 比如说要调整河道中心的话 就是先中央先调降 调降完之后再进行两侧 最后再整个拆掉 然后恢复到原本的河床的一个样子 这是第一组的学生 那第二组的学生是以这个比萨斜塔的 这个案例来当发想 那当然这个是他想要从某一些比较有名的 或者是学习过的结构 然后想办法融入到这个 这个比较工程的这个防沙坝里面 所以他们就做了这样子的设计 也是镂空 然后一样有这个河道中心是比较低的 所以是有一个微效曲线 那也可以进行不同层的拆线 这是他们提出来另外一个案例 这是六边形的案例 然后这是圆形 那再来一组的话是第三组学生 他们提出来是这个双A字形 这有点像是蓝岛西的那边的一个变形的样子 所以这边侧边来看它是一个小A 再放在一个大A的上面 那这个发想的初衷也是很简单 它就是从字形上面的变形 然后但是它还是有符合 有像这个横柴 有仲柴 然后又分成上层跟下层 那最后呢是可以全部都拆掉 恢复到原本的这个 混凝土的基座上面的这个高度 那就会把让这个防沙坝的高度 恢复成跟原本的河道的高度是一样 那就是会符合这个会呼吸的防沙坝 这个终极的一个概念 好那另外一组学生呢 是受到这个杨岸熙 也就是许科长这边的一个案例的分享之后的发想 那他主要是跟别人不一样 是他们想要做有弧线的 这个有曲线的这个防沙坝 那一样有这个微校曲线 然后有分上下层 一开始就已经有这个控制核心的功能 接下来可能会可以拆除横柴 然后再来是比如说两侧调降 再进行中央调降等等 好那另外一组学生呢 是这个是因为有外系的学生来修 所以会他们就提出一个 他们在材料上面学到的一个元素 叫色 那他们把这个色的这个元素 融入在他们的这个 比较是钢管吧里面的设计 那他们也有一些结合这个 蓝导锡的这个案子进来 这样子 好那在另外一组同学的话 提出的是这种像组合式的笼子一样 那他一样分上下层 那一样有进行这个可以中间先调降 再次变形两侧这样子 那一样从服饰图来看的话 他其实这边就已经有这个水流 有淫水面的这边来水的地方 他就已经有一个微笑曲线 那他侧边这边的话 他也有符合这个三维空间的 这样子的一个微笑曲线的设计 好那最后一组同学的话 他们也是做这个算是变形的 W的一个字形 中间是蓝导锡的这个 基本的元素在这里面 那这是一个字形上面的组合 那这个是我在课堂上面 在他们还没有设计出来之前 先引导他们说 我可以这样子去做改变 那这个样子的设计呢 是其实是可以让他们 有一些新的东西跑出来 那不见得能够那么快就达到 可以施工的专业的水准 但是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他这个可调式防插霸的多样性 已经开始产生出了 那可能某一些比较好的案例 我们可以再把它变成是 一个实体的模型 甚至去讨论说 他如果放到水槽里面的话 他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那就是接下来的一个成果 我们除了做数模的这个教学之外呢 建模的这个教学之外呢 我们还希望是可以在课堂上面 让同学体会到怎么样把他们数位的设计这个概念呢 变成是实体模型 这中间其实会需要花蛮多力气的 特别是我的客人助教 他需要去研发可调整的钢管 把怎么样在实验室里面实现 那我们一开始初中其实是希望 真的去碰这个可以焊接的钢管 但这个实在是门槛太高 因为他需要有焊接的工具 这也是他的危险性也比较高 所以在多方的考量之下 我们就用我们之前比较熟悉的木工 但是这一次的木工不是用木条 而是用木棍 就是说他都是圆形的 然后我们去思考怎么样 让他变成是卡榫式的做法 那就可以达到可调式 因为这个强调式我们一定要可以调整 所以卡榫式的话就是除了像这个 比如我们要分成上层跟下层 要进行调降的时候 它必须要可以拆得掉才行 而且是在实验到 比如说一段时间之后 要进行调降 它必须要在水槽里面可以进行调整 所以我们就去开发了一些 在实验室尺度底下可以调整的方式 比如说用塑胶管去套住上下层的木棍 那或者是直接上下层就用卡榫式的方式 直接插进去就可以 就可以很方便的调整 那这两种我们都用 好那做好这个的 这是以兰岛系的案例为示范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会请同学喷漆 就是喷得像兰岛系一样的绿色 不见得要绿色了 那还有其他颜色可以选择 这是他的小模型的样子 好那下一步的话 我们希望把这个可调式的钢管坝做好之后 我们需要按照像现场施工一样 我们会需要有一个防沙坝的底座 就是包含小小的坝翼 然后呢 这边真正的是可以放这个钢管坝进来的 那因为我们参考那个兰岛系一号钢管坝的 这个施工过程 它也是从苏子坝然后进行中央的抽换 换成钢管坝 所以它在底座这边 它会需要有二次施工 也就是说我钢管坝放进来之后 放在这个已经有做好这个底座上面的话 我们还会再铺一层这个混凝土上去 让它底座的部分是完全咬在这个防沙坝的上面 那上面是可以进行拆卸的 这是一号钢管坝 那边我们学到的一个施工的过程 好像这样子 那我们也去想到底怎么样可以方便 让这个木头做的这个木条做的这个钢管坝 可以跟这个底座进行比较容易的拆装 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个小的五金工具 那这个钢管坝的部分 就可以直接插在这个五金工具上面 那如果我们要进行调整就可以直接抽电 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底下的基座会像是燃档器上面一样 这个底下这个一小段 这个是跟下面的混凝土是咬在一起的 是没办法拆的 这也是让学生知道说现场施工的状态 其实也是这样子 它不会完全底座全部拆掉 它会留一小节 意思说未来 如果我们希望把钢管坝装回去的时候 是可以再进行安装 这是我们做出来的一比四十的缩辞模型 那这是助教座的范例 学生可以参考这个范例来制作 那这个是学生的作品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双A字型的那个数位设计 然后这边是他们所做出来的实体的模型 是一比四十的混凝土缩辞模型 这边会需要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只有一组 真正从数位设计变成实体模型 为什么因为去年也受到疫情严重的影响 也就是有点像现在这个阶段 各个大学都开始禁止学生回到校园 所以实验室啊一些实作课程完全都被终止 所以我们这一组学生是 暑假的时候花了大概两到三周的时候 在我们实验室把它做完 所以是花了额外的时间把这个模型做出来 所以我们也很谢谢这一组的学生 然后他们也做了实验 那以下我们就介绍这个实验的部分 那在课程规划上面 其实我们是希望每一组学生 可以做出自己的数位模型之外 还要做出自己的这个混凝土缩辞模型 再把他们的模型丢到这个水槽里面 这水槽里面我们会 我们会准备一个洞床的水槽 是里面会有沙子可以被掏刷的 那水槽的长度大概是四米长 然后六十公分宽 高度大概二十公分左右 坡度大概是六度 那现在我们其实这个水槽 我们有在进行改装 所以上面的这些轨道啊 还有坡度调整的方式 现在都已经有在更进步的 更好操作 但是我们在去年执行的时候 还是用旧有的设备 所以在地形的断面上面测量的时候 会变得比较耗时间一点 那这个断面测量的方式呢 就是我们开发了一个 简易式的断面的木棍 那它只要插得到这个 D的这个表面 那这个木棍的上缘这边 我们就可以进行手机拍照 然后再用这个Mailab的一些影像判施 自动化 抓出这个曲线 那就可以转换说 这条线 它实际代表这个位置的上面的Y跟Z的值 那我们就可以做比较快速的断面式的测量 就是一个断面一个断面这样测 那只要一个断面只要拍一张照就行 好 以下分享这个算是demo的一个实验影片 然后含着咱们的标准 喔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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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体会整个从数位设计到模型到实验的整个过程 那他们一样有做出这样子的设计之后呢 我们就教他们怎么样在实验室观察 然后实验 可以看后方这边其实有堆出蛮多的泥沙是因为大量的泥沙 好那我们教导他们怎么样从实验室观察之后呢 我们更重要是说需要可以拿到实验尺度的这个数位高层螺旋就是所谓的DM 那测量方式我们其实很简单就是用这个断面式的测量 那我们拿到起始的DM之后 然后我们测量拆坝前堆满 看到堆满就是有稍微堆积的情况之下 可以看到这边有泥沙有稍微堆起来 然后之后我们拆坝之后呢发现两侧可能会下刷 然后部分地方也会下刷 那当然这个会跟实验的条件有关 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到非常定量的实验 因为这个会需要更多的时间 比如说会需要有像是硕士生的这样子的时间 才有比较办法去讨论这个设计的实验的主数啊 做的够多啊 然后他的参数的这些改变对这个坝的影响 这也是我们在努力的过程 那除了这个DM之外 我们可以做这个DOD就是地形的差异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挑比如说起始的地形 去跟某一个stage之间的地形相减 可以拿到中间的差异值 我们就可以了解哪些地方是堆积 哪些地方是掏刷 然后去看整个有兴趣的范围内 它的冲刷的这个分布情形 最后的话是我的结论 那结论部分分成几点 第一个是说我们透过这样子 可疗士钢管霸当成是学期的主题 那也符合这个创严计划这边的这个期待 那我们用可疗士钢管霸这个主题去引导学生 去了解到底这个为什么要设计可疗士钢管霸 它的效果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也提出了不同的钢管霸的设计 像透过三维的这个汇图方法 然后呢还有一些中间 理论上是可以让每一组都做到实体的模型 但是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所以我们现在只有算是一个DEMO组 就是助教做另外一个是学生亲手做的 然后呢这两个实体的模型 我们都有送到洞床水槽进行测试 去观察然后并测量它的这个水槽反应 那当然学生对于这个没办法实作是有点沮丧的 但是在数位设计上面至少他们都非常有兴趣 而且是觉得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因为他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 做出提出一个新的一个可调式钢管霸 那如果未来是可以 疫情上面的这些调整的话呢 我们希望有更多学生可以参与在 在我们这个窗外空间里面的实作过程 那这样子其实会更 更可以感受到这个 这个浪沙发的这个设计的这个效果 那最后我想要提的是说我们这个断面式的测量方法在去年的时候执行 其实我们还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测量 那这边是可以更好的友善的去去改变它 那我们今年也有执行这个创严计划算是第三年 那我们就针对这边的缺点进行这个测量方法的改进 比如说我们把研究所端的这个雷射地形扫量测量的技术 直接下放到大学部这边 那我们也开发了一个比较适合大学生去操作的这个分析的流程 也就是说他必须要用MateLab去分析 那我们也不需要下跑学生 那我们就让他把变成是步骤化 所以他只要follow这个步骤就可以建出非常好的这个地形资料 那实验的过程也可以加速 因为原本我们是断面式的测量 他需要一个断面一个断面就测 所以呢这个其实是会花时间 那如果希望每一组全都进行实验的话 这就会花非常多的时间 那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雷射地形扫描 然后我们也把它变成是电动化的台词 所以可以很稳定的进行扫描 那实验上面就可以加速 那地形资料的quality也可以提高 那就是我们今年在执行计划需要的地方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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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